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做到 或许应该是最好的自己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得畏首畏尾 三十岁有了自己的小窝 工作还算顺利 经济完全独立 有空就追星 旅游 简单而快乐 爱自己 珍惜自己 这番话让我觉得 你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姑娘 那么以下来自燕尔菲的分享 她对自己说道 都说四十而不过 临近四十 得到一些 也失去了一些 很少慌乱 很少迷茫 也很少不安 好 也不好 总觉得生活把自己变得麻木 殊不知 变硬的 只有那一层面具下的保护壳 我仍是那一个太感人 会觉得肉麻 为了别人的美好而哭的我 爱这个自己 敬这个自己 愿你能不被打扮 活得精彩 爱你 关于爱自己 另一位叫天籁小怪的朋友 是这样说道 对自己好一点 是有一个有规律的作息 早晨从美梦中醒来 对自己好一点 是每一个早晨 都准备一顿 丰盛而精致的早餐 是每一个傍晚 都有热饭热菜 是每一个工作 不慌不忙 踏上旅程 欣赏沿途风景 但我觉得最幸福的是 是这些事 有另一个人陪我一起做 而我在这条道路上 慢慢求索 慢慢感悟 天籁小怪的这番话 让我感受到了 平日里的失忆 但我们都知道 人生的路上 我们都会有 偶尔的自我怀疑 偶尔的挣扎 但又抱着乐观和希望 别急 别慌张 别太早失望 其实无论在哪种生活 只要你是舒服的 向往的 都是好的 只要你们对自己的生活 有足够的坚定 它一定会到来 尽管生活会赐予我们挫折 它也会赐予勇敢的人 应有的奖赏 希望你们乐观 大声哭 放声笑 无谓的拥抱每一天 照顾好自己 总有一天能够轻松 歉意地去过理想中的 精致生活 有很多人都做到过 你也一定可以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相约 博朗FM520电台 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 明天见